三位真正的被开发当时满过的人 请你们三位站起来 三 起来吧 二 嘴就是你 谁呀 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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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尴尬 挺尴尬的 现在有多飞行电视有多难受 多尴尬 好尴尬啊 我的表情 好尴尬啊 今天我们这期萌探探的案 我们的卧底卧照 卧底卧照 懵了真的懵了 太太尴尬了 当了一整一级的小丑就是我 我的那个信息我现在都还记得到 真的巨尴尬 你知道吗 我自圆前出来背锅 我自圆前出来背锅 那个嘴那么明显 我们都说不是你 大伙儿把他撒白了 哈哈 纠结反转 纠结反转 我从今儿一来 就看你们撒白安排任务 我们的议目就是不让你们看出来 我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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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大长的伙子 小傻子 又睡了 又睡了 睡了 我们说的不远 说的很开心 说的很开心 早上你们在开会的时候 其他人就看着电视直播了你们所有看的 他们的任务就是 不要顺利让你们当个成功 并不让你们发现 他们知道你们是问题 那我猜到了 我猜到了 就想到一个 他们不会都知道 我不是说你是问题 他可能没有不知道 想到以前就可能 现在主要要当心 这个要门 他已经怀疑 咳咳咳咳 咳咳咳咳 ok 然后呢 就蛮好笑的吧 就是 当了一整季的小手 然后 我一细记得 当时在那个录 最后 最后那儿 对 我还记得花花哥一直跟我说 要玩啊 你真进步了 你这一期的问题都特别好 然后结果 一个反转 其实 蛮尴尬的 真的蛮尴尬的 对 然后 还有迪哥的时候 迪哥迪哥也跟我说 哇 我居然没有猜到今天是我的 你当的太好了 你真的幸福了 我当时我都开心坏了 但还 后来 原来是这样的剧情 当时其实我都已经猜出来了 我说怎么今天 当的这么成功 我说 怎么 都没人怀疑我 我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都知道我们是我的 所以在搞我们 搞我们心态 然后 我都已经猜出来了 但是 我 当我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我看我的PD 又看了一家 导演 就是 嗯 他们的演唱会很坚定 好像 根本就 没有自己说一样 我说我就 半信半疑的 我说 那应该可能没有这样的 设定吧 然后我就 我没有坚定自己的选择 如果再坚定一下自己的选择 把我的思路 把我的想法 告诉我 一声哥跟娜娜姐的话 我们估计 也就赢了 确实被坑了很惨